大家好,估计我国所有国民都没有意料到,在十年后的今天,房价竟然会上涨到如此一个历史高位。 当下,楼市已进入高房价时代,而且未来房价说不定也会越来越高。 然而,对于年轻刚需族来说,房子作为刚需品,无论房价多高都要买房。 因此,今天小编就要来说说高房价时代,年轻人买房的其大危害。 1.生活压力倍增。仔细计算一下,一般来说,读完大学出来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在25岁左右, 在工作几年就要面临着买房的需求了。 然而,年轻刚需族多是贷款买房,而刚就业工作又不稳定,收入也偏低, 往往会担心还不上房贷,这无疑使生活压力倍增。 2.影响身心健康。有不少资料显示,90后是备受压力的一代, 不同于80后的已经有房了,也不同于00后的父母已经买了房, 而大多数90后面临的是需要自己买房。 但,由于还款压力很大,很多房路不得不选择操付和工作, 甚至要多打份工,藏时间下来,由于过度劳作,势必会影响身心健康。 3.生活品质降低。现在不少人买房都是申请银行贷款的, 这样一来,自然每个月也是要还房贷的了,为了还贷, 必然会减少外出旅游、娱乐玩耍、个人爱好等方面的支出, 甚至就连平时喜欢的美食也不能经常品尝了,生活品质大大降低。 4.亲情关系冷漠。这很好理解,因为贷款买房之后, 每个月需要支出的钱多了,那么工作时间也就增加了。 此外,因为环带压力,多数房奴对家人,特别是老人与小孩的关心会越严重减少。 也有些房奴在买房时借了亲朋好友的钱,由于资金有限, 一直拖,一拖再拖,这样亲情关系势必会冷漠。 5.社交活动减少。 6.个人发展受限。 7.难以应对突发事件。 其实,现在的房价对于年轻人而言,已经是超标负荷了, 而且,现在在如今高房价时代下,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, 买房确实充满风险,尤其是年轻人。 在此,小编提醒年轻刚需足,买房要靓励而行, 注意防范买房后的风险,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以上这奇打危害。 亲爱的老体,你们认为是这样吗? 感谢关注,欢迎下方留言。